啊 谁啊 老婆 干嘛呀 你干嘛 干嘛的 我干嘛 等会你就知道了 等会就知道你 你把我老公打晕了 你想干什么坏事 你少说废话 还想拿蛇皮带套我啊 你乖乖实相的 钻进来 免受皮肥之苦 你当我脑子有病吗 我钻进去 你不钻进来 挡下我直接套你进来 有本事你就试一下 哎呀 怎么套不到啊 今天应该是出门没看皇帝 我就不信了 还想套我 换个位置 你在这里呢 有本事你放马过来啊 一二三 套我啊 真的是套不到 也被你挣脱了 我跟你说 我干了那么多担 从来都没有失手 今天你是第一个 干了那么多担 啊你是人贩子是吗 没错 我就是人贩子来的 哎呀你 刀口上填水的 乖乖的 你就给我钻进来 你这狗东西啊 作案都做到我们村上了啊 你不愿意钻进来是吗 今天呢我要把你打晕了 我再把你扛走 哎呀你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想打我啊 果然厉害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啊 学人家出来当人贩子看两部电影你觉得能了是吗啊 你少管我我看到你那么破烂原来是会功夫的呀 我告诉你我从小练到大的你这种小憋三再练个十年也不是我的对手啊 要不我看你骨骼惊奇 要不你跟我混吧 晚上呢做老婆 白天呢就跟我去捉人 哼做老婆是吧 做老婆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沙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 你配吗 我也是一表人才啊 怎么不配 一表人才 你这种黑心的人贩子啊 你这种人会遭天谴的 何况你跟我享受荣华富贵啊 吃喝不愁啊 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啊 看到没有 我这家有一个金链 金链都价值好几十万啊 你这条金链也是啊 抓人家去卖得来的钱买的吧 那个你就不要管 你喜欢啊 你喜欢我可以送给你 送给我 我需要你这些东西吗 我告诉你 你这种人就应该去警察局自首 这是脏物 要充公 你竟然远近不吃 那就算了 算了 我说算了吗 这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是是 得摇人处且摇人 我不在你们这个村抓了 摇你 那你有没有摇过那些被你抓的人 你抓一个人卖得多少钱 说 人家关你什么事啊 我抓别人又不关你的事 事不关起 高高挂起 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 行吗 我刚刚差点就被你抓了 怎么就不关我的事 再说了路见不平 我就要拔刀相助 你给我老老实实交代 干净的 现在不是没抓到吗 现在我卖你个面子 我不抓你了 卖我面子 我需要你卖吗 像你这种人呀 放了你就等于放虎归杀 你知不知道 放了我不想去坐牢啊 你不想去坐牢 你做这种事情之前 你没想到这种事情是违法的吗 好了吗 我跟你说 好多歹说你听不进去啊 我跟你说 我上头有人的 我上头有大哥叫着的 你实际上的赶紧把我放了 当这件事什么都没发生 原来是产业链是吧 你以为我会怕你了 我告诉你 现在法治社会 你上头的大哥 我看有没有命来救你 我不去 不去你去 把我老公叫起来 好 叫起来 来 行 行行行 大哥 行行 哎呀你真的是啊 吃那么多 平时长得人高马大 他一敲你就晕了 没事了 他招我 他是人贩子 要把我抓去卖 人贩子啊 大家 没多少 把我 给我老婆去卖 吃个冲金包子打了是吧 你老婆讲得那么漂亮 人家老板就喜欢这一款 哎没办法 你怎么不把你老婆还去卖 我自家的肯定不会抓自家的了 你这种人呀 丧心病狂来 这是他的张物 拿着送他去请家居 好走 走 我不去 放 啊 谁啊 这边 动我老婆干嘛 啊 干什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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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跑慢一点 土也给你打断 哎呀 得少了 先把这个整过去 哎呀 哎呀 怎么回事啊 啊 我老婆 你老婆 被人抓了 被人抓了 对 什么样的 大概 这么高的 穿黑色衣服的 黑色衣服的 长长头发 对 松神恶杀的 反正 把我腿都要断了 行行行 那你先去追我 我会抱个紧 我在这里守着 好好好 我一定要帮我 把我老婆追回来 知道没有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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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天的 还有人 干出这种事情来 真的是啊 你干嘛的啊 我赶着去医院的 赶去医院 这什么东西 这这这我老婆 你老婆 干嘛 拿个手臂袋套的呀 我老婆 养上了传染病 传染病 传染病 传染病也不能 拿个手臂袋套的呀 我跟你说 见不了光啊 见不了光 到底是 有这么严重吗 你不懂那种病 很奇怪的 那 你要不先这样子 你先 打开袋子 我检查一下 因为我们村 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不能打开 打开就完了 我要赶着去 你不打开 就出不去的吗 但凡要从我村经过的 必须要经过我的检查 才能出去 我去其他村 都不用检查 我赶着去医院的 不行 什么不平呢 今天我们村 丢失了人 但凡要从我们村经过的 必须要经过我的检查 才能放营 要不然到时候 坐在于我怎么办 丢人了 是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应该去找啊 正好丢失 是个女孩子 你老婆也 要不先打开 打开 不行不行 我老婆都说了 见不得光 我现在要送去医院了 你就充容一下了 送去医院 那你怎么走路去啊 那个车坏了 只能是走路 那去医院也不是往这边走啊 我爱走哪间 就走哪一边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刚刚那个人说 穿黑色衣服的 正好他都是穿黑色衣服的 该不会就是他吧 肯定就是 要不然你先再等一会吧 等我们村长出来了 不能挡 不能挡 耽搁了 一分一秒 万一他没性命了怎么办呢 你送去医院 连个救护车也没有 我看你疑点重重的 不行 你先等一会儿去 行了 我告诉你 叫炒宝宝 不要在这里 多管闲事了 我赶着送去医院 你赶挡我的去路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就是叫你 多等一会儿吗 是不是 等不了等不了 要不然 你就配合我的检查 打开 让我检查了 如果不是我们村大风的 的老婆 我就让你过去 行吧 不行 不行 可以啊 检查你也不配合检查 让你等一会儿 你也不愿意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啊 怎么回事 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你今天不让我找是吗 你得打开袋子 让我检查 我才能让你过去啊 我告诉你啊 你个臭宝宝 不要 我给点脸 你就在你得顺进尺 是我给你脸 你不要脸好吧啊 真的是的 你配合我的工作 我要你过去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大家一举两得 你也不浪费我的时间 我也不浪费你的时间 对不对 我配合的毛啊 你赶紧给我起肝 让开 哎呀你这个人 你干嘛呀 你说话不说话 你还打人 你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啊 哎呀你个臭宝安 哎一天一个月工资多少啊 崩才日在的 我检查也不配哦 该不会我们村丢失的那个人 就是你抓的吧 啊 没错 我跟你说 就是我抓的 你大白天的光天化日的看出这种事情来 你怕是活腻了吧 我现在奉劝你赶紧把人给我放过来 我看你是活腻了 竟敢当我踩路啊 当我去路 今天我要给点颜色你瞧瞧 实话告诉你 我可是人贩子 烧烤像甜水的 乖乖的 赶紧给我滚蛋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们这些人难道眼里就目中无法吗 啊 我跟你说 刚刚我是没有用传利 我用传利的话 把你一起偷去卖的 哼 我就看你有没有能耐动我一根寒毛了 还那么执迷不悟 喂 你给我老实点 啊 你这个人啊 啊 哎呀 我真是 大坏大老婆 喂喂 咋咋们活动 醒醒啊小虾 醒醒啊 醒醒啊 我这是怎么了啊 你遇上人贩子了 人贩子 保安 我看你是骨骼惊奇 要不你跟我混吧 他是价值五十万的 我跟你混 我把他卖了 给你二十五万 我老公呢 你老公 我已经叫他去春卫尉那里报警了 你抓我干嘛 你干嘛 抓你当然是 抓去卖了 你那个窝囊被老公被我打跑了 哎你简直太坏了 你这种人贩子啊 就是 他这种人就应该将他绳之以法 你知道吗 我们做的就是这一行 我 我跟你合作怎么样啊 跟我合作 你以为我这身衣服是白穿的吗 我跟你合作 我还有良心吗 啊 既然你不要 就算了 那你找你的阳光刀 我过我独面条 那我去下一个 还去下一个是吧 现在还是那么执迷不误 现在 你就等着我把你送进去警察区 好好改造改造吧 我们拉来去警察区 不要 去路过狗 把我送进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会给你二十五万吗 我不需要他给我钱 至少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你就等着进去尝尝白话话的大门头 走 走 走 我去 你干嘛啊 啊 你打了我干嘛 你干嘛 你 你 救命 你 你 啊 干嘛 你干嘛 你在这里干什么 干什么 你少管闲事给我滚蛋 滚蛋 啊 这有个人被你打晕了 还拿个头套套人家 哎 我就套人家了 怎么滴啊 怎么滴 你到底是干嘛的人贩子是吧 个臭宝王去看你的大门 不要管大爷的前世 要不然让你少过我少腿 你敢来我们村做这种事情啊 还叫我不要管闲事 你是活腻的吧 我跟你说 那个老板已经说好了 找一个美妞 价值五十万 我已经偷到一个美妞了 哼 你实际上的赶紧给我滚蛋 滚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你赶紧把他们弄醒 把他放开 我可是人贩子 刀烤像舔血了 你是不是给脸不要脸啊 哼 我还需要你给脸吗 你人贩子你很嚣张是吗 给我过来 过来就拿啊 你个臭宝王 天堂有路你不找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 今天我一起把你套去卖了 有本事你就来啊 啊 多一个 不多 少一个 不少 哼 你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我看看你有多少能耐 哎呀 开动 原来是练过的 你这种三脚猫的功夫 还敢出来当人贩子啊 简直是活腻了 我们做的就是这一行 我们不做这一行 我们吃什么 我们喝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 你实际上赶紧给我滚 我当这件事情什么都没发生 你现在是被我打趴下 你还想让我滚啊 你没毛病吧 你这种 你打得了我一个 你打得了十个百个吗 我们是有兄弟团伙的 那又怎么样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以为我会怕你们这种小别山吗 啊 有手有脚不去找工作你来当人贩子 哼 你这种人啊 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制裁 我跟你说 我早就把那个生死看透了 早就把这个脑袋 挤在腰裤上的 你敢 竟敢由我们这种 亡命之徒啊 由你又怎么样 你来我们村干坏事啊 还说我由你 你要是不来我们村 你碰到我算 你倒霉 给我告诉你 我不来你们村 我来哪里啊 我去哪里做啊 要不是你管我闲事 挡我财路 我又今天又得一个了 哼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就把你逮住送警察局 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出来 你干了这种事情呀 你这辈子你都出不来了 你给我放手 你不点点点 你自己几斤几两啊 小胳膊小腿 今天我要不是带兄弟过来 你早就在这里撂倒了 小胳膊小腿又怎么样 你还不是连我一招都接不了 啊 不服气吗 你给我挡着 想跑 不可能 今天我就跟你拼了 跟我拼了 我费你一条腿 我看你怎么拼 别打了 打咱们就合作共赢吧 这个女的卖了五十万 我分你二十五万怎么样 二十五万 啊 二十五万就毁了人家一条生命 啊 毁了人家一个家庭 你做梦 我才不要你的张钱 别人生死关我何事 我又不是那个活活化 不关你事是吧 啊 我只管收钱的 我把你带去警察局 我看关不关你事 跟我走 今天我给你个面子 人我让给你啊 我就不要了 我要去下个地方 你想走没门 啊 告诉你今天被我撞见了 你这辈子出不来了 你这辈子都干不了坏事 跟我去挤下去 走 干嘛呀 你抱了 哎呀 晕了死了 对对对 晕了 哎 干嘛呀 啊 哎呀晕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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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干嘛 你拿了个 你拿了什么东西想换我啊 多管闲事了是吗 多管闲事 你把我们村的人弄晕了 你想干嘛 想干嘛 等会你就知道了 先把你放倒先 没有那么长空啊 哎呀 还放倒我 哎呀 你敢来我们村这种事情啊 你刚才抓了人家干嘛 干嘛 当然那是拿去卖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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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卖 那么丧心病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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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卖等下把你拉去警察局 大夫 醒醒 起来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哎 刚才好像小妹被抓了 啊 头好晕 你你 这是人贩子 人贩子啊 对 你去报警 我去注意啊 哎好 还有阿峰 你叫他 好好 人贩子 这样你就死定 捉我老婆 发呆了 哎呀 你这人贩子啊 你抓我们车小妹看到 少管闲事 哼 刚才我大哥没把你搞定吗 我告诉你 你那个大哥已经被我打孕了 下一个就是你 你敢打孕我大哥 你不要命了吗 哎呀 你们这种人贩子啊 人人得而诸之 等一下我也把你打孕 一并送去警察局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保安 看门搞一条 不要说话那么宽 哼 我看门搞 总好过你们啊 有手有脚 做什么不好 居然做人贩子啊 这个来钱快 你懂什么 来钱快 你怎么不抓你自己家人去卖啊 你抓别人干嘛 你这个上进天良的东西 你少当年跟我飞光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也不过如此 起来 选择是会功夫 我告诉你 我可是退伍下来的 你以为要 你要救那个女的是吧 你带她走 卖你个面子 卖我面子 站住 她我也要救 你我也要抓去警察局 我告诉你啊 想跑没门 别动 人在这里 她过半个小时就行了 人没事就 你带她走吧 站住 让你走了吗 小麦 小麦 学校 哎呀 哎呀 怎么在这 还好我发现得及时啊 不然你就被这个人贩子给卖走了 我老公了 你老公 在那边 等一下他会来找你了 我让他报警了 刚刚我们两个走在路上 突然有个人下来 拿个东西帮你 然后我们就晕了 就是这个人渣 当是我大哥指使的 原来有一伙 我儿子是个小弟 抓我也没什么用 就放尾马了 你刚才说话不是很嚣张吗 一定要将他们两个绳子一发 没错 别别别别 我才第一次做 都是我大哥支持我的 第一次看你这个 他逼我的 看你这个手法那么熟练 你敢说你第一次 估计不知道有多少家庭 被你们这种人弄得支离破碎 没有没有我真的是第一次做 给一次机会 给一次机会 别抓我进去 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打击为我害社会 危害别人 一定要将那绳子一发 不能放了他 放了他 等于放无规则 我们要拉进下去 你你等下跟我去 让我们先拉去 跟你老公会啊 抓我大哥就好了 别抓我 让我们去 走 你干嘛呀 帮我打 我下来帮你 我孩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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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了 发宅的 哎 哎 哎 小麦 你怎么躺在里啊 起来啊 是我的孩子呢 你孩子 你怎么看了我孩子 我没看到啊 哎哟 我都踩得好 哎 怎么了 哎呦 两个男的骑个摩托车 把我小孩抢了 啊 试试往那边吗 对对对 你自己报警 我去帮你追 快点 一定要帮我追 好 我打电话报警 大哥 下车 这个车 不要了吧 这个车不要了 做完工具 被人发现了 咱们卖了个小孩 80万 直接 再换一台新车了 上车上车 走 这个车 不知不觉 又少 消失一个 哈 大哥 你们两个王八探 啊 还好我抄小路过来追上了 你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保安呢 这臭保安你是干啥的啊 干啥的啊 你不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把他给我放下 这个是我们的妖检术 这个小孩能卖80万呢 怎么跟他放下来呢 卖80万上尽贴良啊 你们两个抓小孩去卖 现在什么社会了 还干这种勾当 你现在识相的给我滚 我要把你手脚给打残了 你信不信 你们两个识相的放下乖乖跟我去自首 我咬你们一命 这臭保安 大哥让我来 你不去看好那大门 你竟然管大爷的闲事 你是吃多了是吗 哼 等下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图线棺材不落泪 哼 不识趣的保安是不是 那我先把你打趴先 放马过来啊 还打趴我 哟哟 想不到你这个臭保安 还会两招三甲猫功夫啊 我一招你都接不了 啊 你还敢在这里说大话 你不要给我说大话 我刚刚没用传力 刚刚我用传力 直接把你按倒放地上 哼 有本事你再来啊 哼哼哼哼哼哼哼 我就不信了 真的是 不不不 我就问呗 我看你也是练过的 咱们就合作 我跟你说 那个小孩只个80万呢 到时候咱们分你办 我们兄弟两个就要少一点 你以为我是会跟你们同流合污吗 比如保安一个月工资多少 就一千八 跟我们混 一年整个几百万不是问题 还好着住养老 怎么样 发家资负不是梦 你们两个简直上尽天良 不怕糟天浅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干这种坏事 赚这种黑心钱 我良心不安 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大哥交给你了 三脚猫的功夫还敢出来 咸摆 咸摆 我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还敢偷袭我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还不是 超宝啊 今天我们就卖了个面子 这小孩还给你啊 卖我面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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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我面子 别打了 我们打不过你 你也知道打不过我呀 但是你打得过我们兄弟一帮吗 十个百个你打得过吗 现在法治社会我只要一报警 就有一笔警察来抓你们 你以为有得了你们红行霸道吗 抓了又怎么样 多摇人处 明天就能出来 对 哎呀那么嚣张啊 那你跟我去 警察去 多摇人处且摇人啊 你就放我们一马 咱们就私了 我给你十万行吗 摇人是吧 对对对 哎呀你怎么没有想过摇过这个小孩啊 被你们陷害的那些无辜的小孩 你怎么没想过要摇他们 这个小孩也是跟你非经非故 你何必那么拼命呢 我是正义的保安 保卫一方平安 正义值几个钱啊 一个正义的保安 哎呀我跟你说 现在正义那些好人那些都没了 哼都挂完了 你以为这个社会都像你们这种人吗 我告诉你好人大八糟 哼跟我去 警察局自首 像小孩还那你就行了 对对对 还给你 小孩我也要救 你们我也要抓 走 哎我们就走 我们就 哎你干嘛 谁啊 打我又干嘛 没干嘛 晕了 让你休战 先把你套起来先 哎呦 发财了发财了 哎呦 怎么走了你啊 啊没张眼睛吗 对不起 我赶时间呢 赶时间是什么东西呀 没没没没什么 这是我老婆 你老婆怎么拿个袋子 我老婆养下了 那个传染病会传染的 传染病呀 这么严重 我要赶去送去医院了 你送去医院了 那行吧那你去吧 好好好 哎怎么有个人啊 站住 站住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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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要怎么了 那里怎么躺个人啊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活活活 管得那么宽 你不知道给我站住 你不知道啊 这里就你们几个鬼鬼祟祟的还掏个头套 我看看是谁 哎呦别看我刚过来 我哪知道他躺在那里 我我哪知道他犯了什么病 你要是关心的话 你赶紧给他打个120送去医院 那个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啊 什么就说我干的好事 这个人肯定是 你干了什么坏事 把人家给弄晕在那里了 你老老实实交代 我告诉你 交代什么交代 你是谁啊 你是法官吗 你管我的大事啊 虽然我不是法官 但是这是在我们村啊 你们村你就去管啊 管我屁事啊 告诉你今天你不一五一十说清楚 我让你走不了 有什么好说的 我找我的路 你找你的道 关我什么事啊 不关你事 哎 别别别动 谁叫你乱动了 万一传染到你了 你看怎么办 我不怕传染 我告诉你啊 你先让我看看是不是我们村的人 你鬼鬼祟祟的 你也不是我们村的人 敢来我们村啊 你从我们这里经过干嘛 老实交代 我从你们村经过要去医院了 既然我跟你说 你实话要看是吗 去医院是吧 啊 去医院这条路根本就不会没有医院前面 啊 你从哪里去医院 刚才我还没反应过来啊 现在越看你越可以 道路千万条 我从哪里去不了啊 哎呀你还此意是吧 人也不给我看 我就没听说过有什么传染病要用麻袋套子逃 今天你是看不了的 我看你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等我把你撂倒你就知道了 哎呀想打架是吗 哎呀 哎呀你还敢动手啊 你这种人肯定是什么坏人啊 想不到你还是练过的 我告诉你你少惹我啊 我从小练到大的你这种三脚猫你还惹不起我 你这臭婆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可是人贩子都都好像舔血了 什么人贩子你敢来我们村抓人啊 我来的就是你们村抓你都不知道被我们团伙抓了多少个了 哎呀 今天要不是你坏我好事挡我财路我要得一个了 你敢那么嚣张啊我早就看你不对劲我呀是人贩子 你这种丧心病狂的人 既然被你发现了今天你也别想找啊 你这种三脚猫你以为练两招你就敢出来对付我了吗 我今天早上没喝招要不然的话我一只草就能把你放倒了 放倒我你连我一招都接不了还想放倒我啊 你敢有我们这种亡命之徒啊 我你又怎么样啊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乖乖的实相的赶紧给我滚蛋 我当这件事情什么都没发生 滚蛋是吧啊你来我们村抓了人还敢那么嚣张 我把你制服了你让我滚蛋你做梦呢 我来哪里抓还不是一样抓抓到就是挣到一个还能卖到几十万呢 几十万是啊就因为这几十万你就毁了别人一个家庭毁了人家一条生命 人家一个家庭就被你毁了啊你到底做了多少单这种坏事了你说 你不要打听那么多打听那么多对你影响不好 别人的生死与我何干 与你何干啊 我只要收到钱就得了 你怎么不把你老婆还有你的孩子拿去卖啊 你抓别人去卖干嘛啊 人家跟你无怨无仇就被你抓了人家一辈子就完了 我一家都是做这一行的叫我抓自己人怎么可能呢 哎呀那么嚣张是吧 哎呀哎呀哎呀别别别打 这既然今天被你发现了我也抓不到的这个女孩子呢 我就让你带走 带走我告诉你他今天我也要救你今天就乖乖跟我去警察局自首吧 估计你吃被子你都出不来了你得在里面吃免费的馒头 你可要想清楚你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 我们是有兄弟团伙的万一我兄弟过来的话 让你吃不完兜的找实际的赶紧放开我让我走 放你不可能放了你就等于放虎归山有兄弟团伙又怎么样啊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你们来了得要被警察给一锅端了啊 行行行行咱们合作共赢怎么样合作 跟你这种人合作拿这种赃钱啊我良心不安 我给你二十五万你就把我放了争一只眼闭着把这个事情过了怎么样 不可能二十五万就想收买我我才不要你这种赃钱我人从智不从你呀今天栽在我手上了算你倒霉 你这种丧心病狂之族啊早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了 要钱不要王八蛋啊 王八蛋啊你才王八蛋啊你以为每个人都会要你这种黑心钱吗 你就乖乖跟我去自首吧 没呢行行没呢我记住你的嘴脸了 没呢学校怎么回事 他这是人贩子呀你差点被人贩子抓走了 我老公吗你老公在那边应该没什么大事 国际就是晕了你赶紧去打电话叫120 我把他送去警察局回去 不要让我出来的那一天 哼我等着我看你能不能出来跟我走 呜呜呜呜呜